大家好,我们来看看这个DNEX 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有鼓友提醒我说 DNEX DEPPOR, DEPPOR了, DEPPOR了他讲 这样我就去看看下他的图表 他真的是 DEPPOR了我之前画的这条支撑线 红色的,现在是大概是 DEPPOR超过3% 嗯,真的是很惨,之前讲过说 这边说我已经讲了啦 200天均线过不到U-TEN的时候呢 你就要开始跑命了 那时候好像才有人笑我是吗 问如何呢,呃,现在呢他已经 证明了他突破不到200天均线之后U-TEN 继续往下掉,真的是要跑命啊 如果那时候你有听看我视频的话 在这个,在这边跑命的话 这样现在你就不会被套 如果你又看我视频的话 你也知道我跟你讲什么东西 我说这个不要随便去接到 只有一种情形之下可以接 那就是只接回生青色蜡烛 这个 这样今天有青色蜡烛吗?没有 没有的话肯定是不可以去接的 所以你应该也是可以帮你省一点钱 这DEPPOR了咯,怎么办呢?老实说 DEPPOR的话肯定是不可以去接 这样几次可以接呢?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的策略是一定要等到这个确认信号 而他的确认信号什么东西呢?就是 只接回生青色蜡烛 可能会买在相对高跌 但是也是相对安全的多 啊 注意啊 一大堆套牢 啊 很多人在亏钱的 很多朋友呢,等着要跌套或是止损 你去接他的话,就是去接他们的票 就等 等到只在回生青色蜡烛 可能会买在高位跌,但是安全 啊 嗯 所以总是说啦 这个很惨啦 啊 我们就希望呢,看下收盘的时候 会不会弹回去 啊 现在大概是1点钟 看下等下5点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 弹回去 啊 有机会吗?我也不知道 啊 就只是可以去等罢了 OK 总之现在红色蜡烛是不可以接的 啊 如果他在收盘的时候4点50分 弹上去 而且是青色蜡烛啊 这个的时候就不同了啊 啊 如果是收盘的时候弹上去 青色蜡烛这样子的 弹上去啊 啊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 止损回生啊 这个你可以 这个你就可以追 啊 因为他在支撑线上面弹上去嘛 啊 但是现在找剩下1点了啊 他还是红色啊 嗯 不要急剪啊 OK 这就是我对DNX这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你去like 或者是说 你觉得帮你省到钱 帮你赚到钱 帮你赚到钱 要请我喝咖啡的话 就去抓着Member吧 这块钱罢了 谢谢大家